由于仍有部分资金没有到位,英国奥运协会特派出了12名,包括奥运女将、游泳、跳水、水球等选手以女孩的奥运梦为名拍摄尺度大开的水中宝贝照片。 为了替2012年伦敦奥运会募款,英国12名水上运动女选手全裸下水,以优雅的肢体语言拍摄美照,引来不少话题。 由于要12个人同时摆好姿势并一次完成拍摄难度相当高,因此负责操刀的体育摄影师安迪·胡波选择将每个人的水中身影分别拍下,在计算机合成这张水中美人图。 参与拍照的12名女选手中有游泳、跳水和水球的奥运女将,还有一名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残傲选手。 而这张为兴建奥运场地筹募经费的美照,也展现出不同于奥运场上的另类利于美。